法治社会的董事 看到没有 刚才报告 法治基金法社会 法治社会董事 我们前几天刚开会 是不是安宏 你是咱们一起吗 没错 对 路脸开会 讨论法治社会的事情 直接上Tag秀 更重要 他说 你认为无党派的国家安全观 怎么看病毒问题 他会不会问安宏 那你怎么认为 无党派的国家安全观 怎么看病毒问题 他会不会问你 会不会问我 你不是这种人 你不可能问 他不可能问一个扫大 咱们这个根本就跟这个 官权湾 没任何关系的人去问 你怎么看 是不是 问个这个在中国 这个跳广场舞的 你怎么看白宫川普总统 最近家里中午吃的菜 是谁谁做的 他不可能这么傻乎乎的问吗 说白了 这句话 其实就透露了 比尔格斯的身份 是不是 我们之前说 比尔格斯跟蓬佩奥的合影 在 这就是去年 我们最重要的时刻 严博士的第一份报告 就是给的 比尔格斯先生 给到重要的人士 他说 你得给我一份 给我 太厉害了 太厉害了 他说 就是刚才说 国家安全 无夸党派的国家安全观 你怎么看 他就说 显然这场病毒 不是自然产生 他就代替 代表 跨党派的国家安全观 来说这个事 这不是自然产生 还用问吗 是不是 美国就这种说法 我告诉大家 非得 要脑门人贴上 我是川普 你才那个吗 是不是 不要用中国的思维去 那个 知道吗 美国就这种 用各种方式 所以我告诉你 记者 他不是简单的 特别是这种 专门写这种政治类的 和这种情报类的记者 你想想 他一个月 能写几篇文章 他怎么活呀 我告诉你 如果按字数 收费 一个字 给你十块钱 好不好 一个月 写个两三篇 加起来 两万美金 都不得了了 是不是 你说 是不是 所以 一定是一个 他代表某种 他有几份收入 我给你写这个 指示 兼职 就这概念 显然这场病毒 大病流行 不是自然产生的 很显然 越多的证据表明 他来自实验室 而非 某种方式 从动物 比如某个蝙蝠传感人 玩病毒所 否认曾参与 解放军的秘密研究 中国在这实验室中 一直在进行 一项大规模的 生物武器项目 看到没有 这话在福克斯说出来 这可不一般 然而没有人采取 过任何措施 迫使他们 披露在那里的相关活动 包括那些 能够针对特定种族的 生物武器 越来越多的科学家们 开始意识到 这里的问题 包括雷德菲尔德博士 和另一个 另一些法国科学家 他们喊出了 皇帝没穿衣服 这其实是中国战略系的 欺骗行动 这就是我们说的 完美犯罪 中国战略性的欺骗行动 这就是朋友们